嗨大家好我是小薇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位战友给我的来信 那贞得她的同意 我想把它做成一期节目 顺便跟大家聊一聊 我对这封回信的一些看法 和我最近的一些自己的小心得 这封信呢是这样的 小薇你好呀 关于极简 我觉得有很多落地的措施都让我疑惑 比如说审美会升级 需求会升级 如果遇到现在东西还不能满足我的需求 但是有更加让我怦然心动的 我应该扔掉原来的物品吗 下次遇到一个我觉得有用的工具 还是不是应该再购买呢 首先呢非常谢谢你小白 你相信我给我发了借私信 然后我也觉得你的问题是很有普遍性的 接下来我也不是想要给你一个答案 没有一个确切的回答给你 就是要把你的问题拿出来 跟大家讨论一下 就你所说的就是落实到现实 怎么做的层面 也就是一个方法论 我想跟大家聊的就是 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方法论呢 我发现目前大家最喜欢的 不管是文章也好 视频也好 包括一些笔记也好 都很期待的是那种干货满满型 我研究过所谓的干货满满 大概的意思就是不去讲那些道的部分 就是道理的那个道 而呢就直接跳到树的部分 就算树的那个树 直接给出一系列的流程啊步骤啊 就让大家按图所记 照做就好 比如说减重身材管理 我去给你讨论营养学 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来的这些骨骼架构 直接跳到节食减肥做运动的步骤 语言的学习呢不去聊语言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 是一个国家的历史 直接跳到怎么听怎么练 怎么在60天之内可以讲一口标准美语 就在这个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的时代当中 我们都是有一点点缺乏耐心 有一点唯方法论至上的意思 经常看到有人批评有一些写的很长的一些科普博主 你说那些没用的干嘛 就告诉我一下怎么做就行了 凡事都想着要短平快 我不是想攻击方法论啊 自己有一阵也比较着迷于这种 就是方法论告诉我一下啊 干货是什么 我不想听前面的那些啰哩巴嗦的东西 但是我最近有一个想法 就是哪怕让你完成了目标 你的目的都达成了 然后呢 然后怎么样呢 这个效果也是不长久的 我有这个想法第一次出现 是我看梦想改造家 那大家有没有看过很受欢迎的房屋改造节目 其中有一期就是设计师隔了大概两三年吧 看了比较久的有点记不清楚了 就设计师隔了一阵子之后 又回访 回访那些曾经他改造的一些屋主 去看他们目前的生活状态 当时设计师是帮他们想想的很好的对吧 你应该怎样过生活 尽量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 尽量让他们更加的便利 但是你可以看回访之后 你就会发现生活还是回到从前 虽然房子是更加方便了 更加便利了 但是他们并没有变 有一些存货的 照样是把房间塞的满满当当的 连插角的地方都没有 我当时的当下的感慨就是 不管多好多好的设计师 也只是只能给你设计房子而已 他不能设计你的人生 他不能帮你规划一个更好的未来 未来还是要靠你自己的 那我回到我们今天聊的内容 就刚才来聊到的 减重好了 你追求的是一个体重呢 还是一个更加健康的一个体型 如果光追求体重的话 你就算让你短期很快通过各种 匪夷所思的方式让你达到了那个目标题中 然后呢 你没有办法永远按照那个方法论来的 你不可能永远follow这些比较极端的减肥方式的 那反弹就是早晚的事情 可能会比原来更胖 又或者说语言学习好了 好吧 就让你60天讲了一口流利的美语好了 之后又怎样 如果你对这个语言背后的文化 对语言背后的历史是毫不感兴趣的 那你是没有办法真正的精通一门语言的 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语言所传承的一些东西 里面一些非常微妙和美妙的东西 你是永远体会不到的 跳回到极简当中 就算你跟着那些极简博主 跟着大家一起扔东西了 一起来断舍离了 扔完之后 我敢保证你会再继续买的 你看到家里柜子空了 想又是一个囤货的时机到了 我的朋友圈就会有我的一些朋友 真的隔三差五来一次断舍离 又说断舍离开始扔 过一阵子又满了 无休无止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 就像小白问我的 他说我到底要买吗 我到底要扔吗 我到底应该怎么做 那有没有办法去改变这种 唯方法论至上的观念呢 我设下来比较好的一种方法就是 首先不要去想你的习惯和行为 首先去定义你自己的一个身份 拿自己举个例子 我有时候工作压力比较大 或者是心情很不好 很烦躁的时候 我的孩子 不管我跟他怎么讲 他都不听的时候 我就会压不住我的脾气 我有时候就会凶他声音比较大的跟他讲话 事后呢又很后悔 刚开始呢我是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 什么PET 什么沟通啊 怎么跟小孩沟通啊 看了一些就自我学习方面的书 跟自己说你要管理自己的情绪 但我发现这个作用不大 因为到那个时候你的那个愤怒你的那情绪已经突破了你理智的防线了 怎样我觉得对我来说有用有帮助 就是我跟自己说我绝对不是一个势强凌弱的人 会拿家里人出气的那类人 尤其是拿家里的弱者出气的那类人 说穿了就是一个势强凌弱的人 你如果有火气的话 想发泄的话 为什么不找你老板发泄呢 你知道不行肯定会被炒鱿鱼 为什么不找你父母发泄呢 你知道不行你不敢 为什么不找你同事发泄呢 你知道对你会被你的同事排挤孤立 最安全呢就是拿家里的孩子出气 拿孩子出气的人是最懦弱的 他会觉得很安全 孩子最后轻轻抱抱他还是爱你的 我想到这个我就很痛苦 我就跟自己说我绝对不是一个势强凌弱的人 想到这一点的话 我每次我就真的可以管住自己 当我用这样一个身份来要求自己的时候 我发现事情就有了一些转变 人的一切行为最终都会跟你的身份相符 与你的身份不相符的行为是持续不了多久的 假如说你是个烟民 你决定了从现在开始我要戒烟了 别人offer你要不要抽烟的时候 你说我在戒烟 还是说你跟自己说 我从此以后不再抽烟了 因为我是一个追求健康生活的人 后者比前者的戒烟效果绝对是要好很多 任何人所有的人都可以说好我现在开始断舍离了 我要把我的房间变得非常的干净整齐 我开始扔东西 每个人都有都会的 就像任何一个人都会去两天健身房 偶尔吃两次健康食品 拿起英语书偶尔看两页 但是如果你不去改变你这个行为背后的信念 不去改变你的整个整体的身份的话 那这种做出的行为就完全不会持久 就拿扫白问我的审美会升级需求会升级 那我目前的东西到底要不要扔 你可以拿来问自己我是一个真正的极简者吗 真正的极简者会做到什么 而且生活嘛 我一直说人生就是一个体验 生活其实是没有方法论的 就拿我自己来说 我是在极简的过程中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不是说我今天开始好 我是一个极简主义者 第二天我的家就一直维持着就一尘不然 然后东西非常少的状态 不是的 我也是有一个波折的 比较大的变动出现在开始当妈妈了 对吧 我开始真的那个时候也有点失心疯 帮小孩买了很多后面证明也是用不到的东西 还有呢 就是我锐意图想想做点什么的时候 我也买过比较好的一些健身服 我看好像好开始我要当一个非常健康的人 开始做运动了 有些东西我还是会选择事后把它断舍离掉的 还是刚刚才提到的跟身份不符的行为 是不会长久的保持的 所以也不光是极简啊 有这种完美的就可以达成目标的人吗 可以在人生的这种旅途上找出一个方法论 就一路走到底的那种人吗 我是不乐观的 我觉得是没有的 就算我极简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反复 对吧 我买了一些没有用的母婴产品 那我能做的就是避免下一次 就像我上一期跟大家聊到的环保的问题嘛 我在环保的过程中也是走了很多弯路的 比如说我刚刚开始有点环保启蒙意识的时候 我就把我自己用的很多塑料的制品就淘汰掉了 换成天然材质的为了环保而环保反而造成了浪费 这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我在这里分享我自己的经验 希望大家不要去走我的弯路 但是撇开这件事情我也学习到了 我也知道了 人生是不可能不走弯路的 有些弯路真是没有办法 避无可避 我知道我在这里又没有干货 这个视频一点都不干货 我没有讲一个具体的方法论可以帮到你 你想长期贯彻你这个极简者的身份 就不妨用一个真正的极简者来跟自己说 来给自己定义 那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反复啊 一些波折啊 其实也没有什么 你最终会找到你的答案的 找到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极简模式的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全在这边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跟我讨论的 发弹幕或者留言都可以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给我按一个赞 要是能顺手关注一下就更好了 最后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 那我们下周三再见了 拜拜